今天教你们做红烧驾鱼啊 驾鱼这两个字 听着就感觉做起来很复杂 实际上做法非常简单 会做红烧肉 你就会做这个菜 冷水下锅 放姜片 和料酒 先把这个驾鱼浊一下水 水开之后 把这个浮沫打掉 趁这个水沸的时候呢 再把这个驾鱼捞起来 这样就很干净了 等到放凉一点 我们再把这个鞋块 还有驾鱼身上这层皮 给它剥掉 它这层膜呢 像塑料一样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扯干净啊 这里这种黄油 也要给它这个东西 不扯掉是很新的 再把它冲洗干净 放到旁边备用就好了 泡发了一点干香菇 热锅凉油 放姜片 和驾鱼下来 抹下油 稍微翻炒一下 就可以把香料倒起来 和皮八角干辣椒这些 我还掺了一些新鲜的小米辣 两种辣椒掺在一起 炒出来会更好吃一点 调味就更简单了 就是老抽生抽盐胡椒粉 把它炒出酱香味之后 加一整瓶的啤酒进来 一定要用啤酒去焖它 啤酒焖它 就是会更好吃啊 盖上盖 小火焖二十分钟就可以了 再用大火 把汤汁稍微收浓一点 就可以打在砂锅里面装弹了 这样做出来的红烧驾鱼 真的很好吃 而且做法又非常简单